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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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鄭鴻怡 欢迎收听今天的波兜转世界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国际关系的学者 也是台湾智库资讯委员张国成 张教授 张教授你好 黄毅大哥好 大家好 好 今天邀请到张教授最主要是有两个韩国记者 一个叫李伐战 一个叫吴京龄 李伐战是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系 然后吴京龄毕业于首尔大学政治系 那两个人呢 进入韩国的朝鲜日报 被派驻在中国 那他们两个呢 这个共同写了一本书 叫做《现代中国》 从五大面向62个关键问题 那么来了解中国 我想韩国人很需要了解中国 因为就在旁边嘛 是 台湾人更要了解中国 那张国成老师呢 在这本书里面特别帮他写序 我看你写序还写的蛮认真的 我很理睛 我都打过去 是是 那我也很认真把他看了 是是 有一些对我们来讲是浅显易懂 有一些对我们来讲是让我们很惊讶 是是 那么比方说从经济的角度 我看到了他们对5G 对于这个北斗卫星 对于无人技术的追求的进步 这是中国有中国厉害的地方 是 可是中国有中国很烂的地方 那我们应该要来做一个很 比较全面性的了解 那你可不可以请教你 你再帮他写序 这整本书看完之后 为什么你觉得说 你值得介绍给大家 好谢谢宏显大哥 这本书呢 其实这个是两个韩国记者写的 他们在韩国最大的报纸叫朝鲜日报 韩国有三大报 朝中东 朝鲜日报 中央日报 跟我们那个中央日报名字一样 东亚日报 他这两位都是朝鲜日报 派在中国的资深记者 算是这个赚数委员等级 那这本书就是他们两位 这个又找了62个重要的这个题目 然后一篇一篇把它写出来 涵盖了有政治外交经济娱乐文化 社会等面向 希望这个韩国的读者能够了解中国 号称说三个小时就可以看完了 三个小时就可以读懂现代中国 那这个今年的商周来找我 就是我拿到这个一文原稿 我就觉得这个不错 因为第一个对台湾人来讲 这个能够就这几个刚才讲的政治经济外交 社会这方面去全面的了解中国 这种比较入门性的 简单恶药的著作其实也不多 而且又要够新才行 这个资料的更新很重要 然后我又一看他的其实这里面的这些点 像刚才宏一大哥提到 像5G啊无人科技啊等等 这些其实也是我们需要去密切关注的 所以呢我在这边就觉得 这个其实是蛮适合 大家能够抽空能够看一看 特别是现在这个疫情 如果说需要在家的话 我想读一些这些好的读物 我想也是不错的一件事情 好现代中国这是上一周看出的 那他的第一篇就写说 中国正沉迷于无人技术 那么我看了以后才发现 哇那真的是超过我对中国的了解 这个部分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做介绍 好这个中国推动无人技术 包括了他结合这个人工智慧 所以无人技术的前提是有机器人 机器的这种全自动化的服务 然后第二个是他推动的是 面向一般社会的无人技术 譬如无人商店无人仓库 原先其实有很多自动化的生产过程 那个OK啦 那个本来就无人 他现在是说原先需要人的地方 他也给他用到无人 那当然中国为什么要弄这一块 并不是因为中国没有人 中国14亿人 其实人还是蛮多的 他为什么要重点在这个无人技术 第一个是不断的在让他的这个人工智慧大数据 导到这无人技术这一块能够更加的具有商业的利基 反正他人口够多 这个政府只要愿意支持的话 可以不断的让他这个修正 让他更有这个运用的效率 第二个他看准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 其实这个高龄化社会 劳动力不足 所以呢他发展这个无人的技术 将来就有机会在全世界 他的这个产业链里面 占据更高的位置 现在中国人家说 这个世界工厂 可是都是生产一些相对 好像技术含量比较低的东西 他现在这个无人技术如果成功之后 将来就有机会进军欧美 像欧洲很多国家其实现在也是这个劳动力比较不够 或者是强调工时不要太长 大家要多休息 那这个无人技术这样一用下去 这个其实他就有机会在很多国家 占据更高端的产业链的位置 尤其是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疫情 对全世界的影响 可能还要一阵子才能够缓和 那现在大家都希望说 我最好去买东西都不要接触到人 这个也不要有手的接触 也不要有钱的接触 这个感应一下负账了之后拿了就走 那当然我们不能说他发展这个无人技术 是跟这个疫情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但是目前看起来好像刚好有点 就是这个得其所在 所以这一点这个韩国这个两位记者 这个在大概在一两年前 他就发现到中国对这块特别的着迷 其实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除了这个少数的几个企业之外 还没有特别用国家的力量在做这一块 那中国已经在做这一块 所以他们的这个新闻的这个触觉 这个sense也算是蛮强的 这也是我觉得这本书 这个值得大家看一看的原因 好 我这也做个补充了 那么作者说中国现在有无人餐厅 无人便利商店 无人仓库 那现在都这种无人的服务 正在快速的扩散当中 他举例 他说一个要处理20万件包裹的地方 那么是一般啊 如果他用无人技术 那么他比人工仓库能处理的物流量是10倍 那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 中国有某些地方正在进行超乎我们想象中的效率的处理 有效率 那效率其实等于金钱 等于竞争力 那这个不过呢 像无人餐厅啊 无人便利商店 这个可能要付出代价 这台湾人不一定能接受了 因为说他们会在入口摄影的 入口的地方 放很多摄影机 能够辨识客户的脸部资讯 那可是要怎么辨识你的脸呢 以前我对你也不认识嘛 他说你要比方说你要去无人餐厅或无人便利商店 你要先去阿里巴巴或京东购物 要登录你的脸部照片 你愿意吗 这当然哦 他其实啊 就是一种监控的方法 也就是说中国以前 这个就强调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 他强调这个控制 最好是让你感到无影无踪 就是你还要花很多这个力气才能够控制 比如说要登记你的名字什么 他认为这种让你感觉到控制的力量不是好的控制 控制是无形的 这个才是最好的控制 所以他推动像这个线上支付 像刚才宏一大哥讲的 你这个脸先去给他扫一下 扫了之后呢 然后你才能够消费 才能够买什么东西 换句话说 你以后啊 这个脸扫了进去之后 你整个人啊 整天的一举一动 都在数位足迹 都在政府的监控之下 是 那政府是不是真的要拿出来给你 对付你 也不一定 有需要的时候 对 他保持一个可紧可松的弹性 又譬如说刚才讲 你既然是无人商店嘛 对不对 当然也没有人会收你的钞票 你一定是用线上支付 因为他们这个 这个红一大哥做节目 你知道说 他们常常就是 这个抓到贪官 家里现钞都是几顿了 因为习近平打贪发现 你这个现金支付的社会 就还是有很多 管控不到的交易 所以呢 如果他现在就推动 让你无现金 无现金 你这样慌在家里 钞票没有用 就没有用了 然后无现金的话 现金发行量少 那所有的这个金流 你小到买东西 大到这种大规模的 大额的进出 都是已经无现金 都要经过 线上 经过的无人化 那可以说是 你就无所顿行 我认为他这个目的 也有这个 用意在 所以无人商店 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无人商店 可能不是这么需要 但是他 发展就是说 如果能够 弄到无人商店 那其他一切 无人的东西 都可以 将来搞不好 无人监狱 既然无人监狱的话 那你自然 这个就在这个 人造卫星扫过去 搞不好也没办法发现 认为说 发学不到 这地方是个监狱 这种的都是他 应付国际的压力 然后争取国际产业链的 这种技术的优势 又要管控人民 三管齐下 我再做个补充 就是说 他里面也提到 中国的无人车技术 现在已经是 美国最强大的竞争者 某些部分 甚至于已经超越 那么 当然了 他就变得有效率 经济竞争力很强 可是呢 他是用牺牲人们的 这个隐私 来换来的 那如果能够 牺牲人民的隐私呢 那也就必须是 独裁政权才行 这里面 其实就牵涉到很多 这人权的问题 所以 中国有些地方是强了 可是他是用这样换来的 没错 台湾不一定能够做得到 民主国家都做不到 都做不到 那里面 他还提到 便宜到不行的 中国5G 先强调一下 讲到这里 我们可不是在称赞 中国有多好 就是说 我们要了解的是现状 5G网路 说 竟然啊 在北京 现在一个月的5G啊 的通讯费用 不到人民币 115块 115台 折合台币 是400多块 400多块 但是呢 作者说 他们在韩国啊 就贵很多 韩国要多少钱呢 韩国现在啊 要2800块 那是韩国是 物价比较高 不是 就是说 他5G可能没有中国那么普遍 所以他的 这个价格比中国贵很多 因为这个还是牵涉到效率 那中国的5G 他说已经是全世界最低价的 5G的这个国家 为什么他有办法做到这样 因为第一个他人口数够多嘛 所以你铺设基地台 铺设这个网路 其实这个铺设下去之后 用户很多嘛 这个边际效益就大 这一点来讲 对他是一个很大优势 第二个他所有的这种5G 他还是强调说 一方面你要推动像 人工智慧啦 资料快速的上传啦 全北京 几上千万个监视器 这种东西有5G的话 你才能够达到实时的监控 所以这个速度快 对他来讲 既有商业性 也有政治性 而且呢 第三个就是说 其实他也知道 中国很大 从南到北距离很远 你一个便利的网路 可以强化这个中国的这种 从上到下这种一体的印象 像我前几天跟同学讲说 我就随便举个例 我举了一个云南省 靠缅甸的一个很边远的线 台湾人大家都没有听过 叫郑康线 这个郑康线的网页 第一页 当天即时新闻 还是习近平去看那个山西 一个地方 也就是说你在北京 还是在云南 你同一个时间看到 习近平在山西干嘛 这就是5G的威力 他这样子就让中国人觉得说 我们在 从南到北 这个领袖 这个党 这种统治的权威 是无所不在 而且是有这种 共同 共同体的这种意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他的发展 这个5G 当然 而且他国家可以补贴 所以他又不希望说 你有些人因为这个比较 这个收入比较低 然后就在这个5G之外 所以 5G方便的话 很多人上网追剧 追剧也是追中国的剧 因为他网络也是管制的 追中国剧 那换句话说 就让中国自己成为一个 世界以外的网络世界 他就是世界中的世界 你不必翻墙 你不必去看外国的 你光看中国自己的 14亿人 他这个也够多了 所以 这个当然 5G的速度够快 这一点大家就 所以传统的像什么 DVD 这类的东西就全部就 都已经淘汰掉了 那作者呢 有特别提到说 中国啊 为什么撒下这么多钱 其实他有很多是补贴 是 他希望 是中国政府 把技术革新 当成新基础建设政策的核心 那 他要 这个在全世界 在5G速度 全球最领先 那么 他目的呢 就是说 要取得科学技术领域 全球霸主的地位 在下一个通讯服务 6G的竞争上 那中国呢 就会把对手远远抛在后 那所以他就可以载制全 整个全世界的 这个在这个部分的 这个优势 如果你要用的话 你要来跟我申请 那 这个 所以中 为什么美国 一直在 围堵华为 就是 华为是5G的先进 这样 那 那美国现在呢 也注意到这个事情 所以美国 要赶快发展6G 是 不能够让中国一直领先 好 那 我们现在访问的呢 是 这个台湾国际关系的学者 张国成 张教授 介绍的一本书是 三小时读懂 现代中国 来我们先休息 进广告 好 欢迎继续收听 《报道全世界》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 邀请到 这个台湾智库的 咨询委员 那也是 台北医学大学的教授 这个张国成 张老师 那 今天谈到 这个两位韩国 朝鲜日报的记者 那么 他们呢 写了一本书 叫《现代中国》 因为他们被派往中国 几年之后啊 他们做了一个观察 那刚刚啊 讲到 中国的无人技术 发展无人技术 跟发展5G 那5G老师讲 中国发展的速度 真的很快 本来也几乎要占领全世界了 不过美国发现 势头不对 所以美国开始 从抓孟晚舟开始 那么不断的围堵 不断的抵制 不断的被一个削弱 这个华为的势力 那现在看起来效果是很好 因为华为现在连 晶片也买不到了嘛 那这个我看欧洲啊 现在好像也都在抵制 这个华为的5G 好 那刚刚美国现在发现 势头不对以后 接下来美国要极力的发展6G 要主导整个全世界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因为美国先有GPS GPS啊 书里面写说 那是冷战时期 美国为了准确发射导弹设备 而研发的军事技术 可是呢 看起来当时 中国必须要依赖美国 我发射飞弹 也需要这个GPS的定位 那不行啊 那如果你GPS不给我 我就惨了嘛 所以呢 他们就发射 他们就研发了中国版的GPS 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这个准不准啊 这个目前啊 已经就是说 用于普通的车用的导航 现在来讲 应该已经精度也不错了 因为GPS是美国1980年代 开始在发展 1990年海湾战争的时候 开始运用 到1990年代中期已经完善了 那现在已经2021了 也就是说中国现在赶上美国 二十几年前的技术OK啦 那军用的当然他的这个码 这个程式码是更精确啦 车用的一般用的 像很多中国版的手机 其实里面也有内建啦 所以比如说你买这个 中国品牌手机里面 就有内建那个北斗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中国 中国自己觉得 如果我们也都靠美国的GPS 暂时还是什么状况 美国把他信号关掉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导航啦 所以他自己就弄一套 反正这个技术 这个是美国二十几年前的技术 对他来讲的话 现在也已经差不多可以追得上 那就够用了啦 那而重点就是代表 他一种独立自主的心态 就是不担心说这个 美国会干扰 现在全世界 大概有这种独立的导航系统 大概就是美国俄罗斯 然后欧盟 然后还有就是中国 其实他现在这个做法就是 他当然知道 像刚才宏毅大哥说5G 其实他也知道美国一定抵制 美国一定有能力发展出 自己的5G甚至6G 那欧洲应该也没问题 所以他重点是亚洲 非洲嘛 那非洲那个比较 这个发展程度比较低的国家 中国就说 不要紧我给你5G 建立帮你建设5G 他就取得一个领导的地位啦 他的重点是这样 所以像刚才讲到那个北斗系统 他也有把那个城市嘛 优先供给一些像这个 非洲的国家那些 让他们能够有效的运用 甚至就是精度 如果在一定程度以下的话 就是精度比较宽的导航用 飞弹不行 一般车用导航可以误差 十几公尺这种的可以的话 那他也是开放让大家下载 表示说我中国也是 这个世界上来讲 我也要有贡献 所以这一块他现在 可以说在各个领域 利用十几亿人 做这个发展的基础 反正做不好 中国又不民主 也没有说 政府你怎么认为要坐 没有人会问这个问题 没有人敢挑战 没有人会挑战 所以就不断的纠正 这一点来讲 他们的进步的确是蛮快的 是好 那刚刚张老师有补充了 就说美国是GPS 卫星导航系统 那另外有的是俄罗斯 俄罗斯有自主开发一个 卫星导航系统 叫做格洛纳斯系统 Gronas G-L-O-N-A-S-S Gronas 然后欧盟叫做 企丽略卫星 企丽略卫星系统 然后中国呢 是完成中国版的GPS 叫做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那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准确度 其实是不差的 他这个书里面说 他的如果你是免费用的话 误差大概5到10公尺 那可是如果是军事化用途 他可以精准度小于10公分 他说比美国军事用的卫星导航系统 30公分的误差 还要精准 他说中国在2019年10月 展示的军用车辆580台 然后呢 580台就一边开一边走 一边开一边走 580台 他说行准的机线 竟然没有偏离一公分 哇这还蛮准的 比美国还准 好那么他说 他也同时免费赠送北斗系统 给积极参与中国一带一路的国家 就是说你如果来参加 我自己送三礼物给你 这样子 那说这个中国的友邦巴基斯坦 已经可以免费使用 这个军事用的北斗系统 好那么再强调一次 这样讲只是要了解中国 并不是一直说称赞中国 因为他作者特别有提到 说他写了这本书以后 那么这个很多读者的反应 那读者都是韩国人 韩国人说 说很讨 这个看到 这个相关的报道 他说都是讨厌中国的厌恶文章 他特别强调说 他不是在称赞中国 他只是现状要把让大家了解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好像是中国的好 事实上他里面写到中国的不好 那中国的不好 主要是在政治跟社会面 没错 经济面它是蛮强的 那我们再看一件事情的经济面 它里面呢 有一个议题叫做 月亮的背面并没有兔子 因为中国的登月太空说 嫦娥四号 中国也登月了 中国登月 它是无人的 美国是太空人登月 有人 中国是派那个探测器上去 而且它是登陆到地球 看不见的月亮背面 对 因为月亮始终用同一个面 面对地球 那月亮的背面的话是 看不到 因为月球是不会自转的 所以月亮的另外一面 以前就是一个 迷的存在 那现在中国就把太空船 就放射到月球的背面 因为中国这个时候 他还要顾意到民族主义 以前人家讲嫦娥奔月 中国的城话讲嫦娥奔月 就是一方面来讲 就是发展它的科学 另外一方面也表示说 它也具有这种 独立探测太空的能力 那它宇宙开发的能力 到底强不强 目前来讲 就是说它放出这个卫星 像刚才讲那个北斗 就是一个卫星的系统 然后呢 这一点来讲 大概已经相当强了 这个只有在卫星的可靠度 火箭的可靠度 可能跟美国还有一点差距 但是呢 你说就我们说 如果说要这个发展军事用的卫星 用于区域 比如台海 这个对它来讲已经没有问题 然后要监控全球 可能还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局部是没问题 那至于说远程的探测 像探测月球 火星 这种的老实说 去是已经可以去了 那能够发回来多少的 这种探测的资料 这个涉及它的这个系统的稳定 程度跟可靠度 这个当然它没有完全公布 所以说去是已经没有问题可以去了 但是这个到底能够 这个太空船的寿命有多长 能够发回多少资料 这个目前可能还不如美国 但是也已经就它的这个发展的时间来讲 也已经算是不容易 好 其实我有这个把书几乎看完了 这两个记者在写政治面 写外交面 基本上还符合现实 是 在写 那换句话说 如果这样的话 它在写中国 在发展科技 发展这个 这个数位货币 的这个状况 其实是比较可以相信 是 那里面其实有提到一个叫做 建立数位货币王国中的中国 这个 什么叫 为什么要发展数位货币 因为刚才就跟大家报告过 一方面他觉得这个现金的社会 容易有这个黑市 容易有地下经济的存在 对 你这个私下用现金交付 老实讲政府也抓不到 那最低的问题就漏税 贪污 那现在如果全部数位货币的话 那可以说全部都是政府掌控 因为你要有那个一定的账户 要有这个手机 才有办法这个 进行这个交易 所以一切的交易都在政府的监控当中 那另外一方面 他现在认为说你这个数位货币 将来他的这个 他这个数位货币 不只是无现金社会 野心还说 他要发展中国版的比特币 这个野心很大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国际贸易的媒介是美元 那这个现在比如说 中国借给非洲某国家 假定借给他50亿美元 那他拿到50亿美元 他可以去买别国的商品 可是现在如果说我援助某个国家 是援助中国版比特币 那你要买东西可以 你要跟中国买 那这个援助实际上还是援助回中国自己 这个就增加中国自己产品 服务的这个销路 当事国家也得到了 像他讲5G那些 然后呢自己的国家 也有这个产品的销路 这个就业等等也都没有问题 然后就形成一个这样独立的体系之后 就不用担心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 用这种国际金融的手段来给他干预 所以这个中国版的虚拟货币 这个可以说是他的一个野心 目前还没有完全成功了 因为美元还是最可靠 不过他现在就是说 你要用美元还是可以 但是你如果愿意用这个中国的这个数位货币的话 他其实也在设计各种这种措施 希望很多国家配合 比如说前几年 他就想要设计亚投行 亚投行其实重点不是在于说那个资金 而是说建立一个管道 你以后很多国家就可以进入中国的这个体系 那时候台湾还有一些政治人物说 我们要赶快 赶快要去加入 那如果说台湾加入的话 老实说这种金融 这种同化的速度 接轨的速度 恐怕是会比这些其他的国家要来的快 那当时当时没有当时我们是没有加入了 他的好债 要不然的话现在可能台湾 面对现在这个疫情 我们要这个中国的力量加速进入 好 刚刚张老师特别提到这个50亿美金 那如果我用中国数位货币的话 其实他就不用持有美金了 不用持有美金 美金慢慢的就会被在国际 这个货币的地位就会被削弱 对 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这样 是是是 那这个就是目的 还是中国想要建立事业上最强大的国家 把美国压下去 好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 来先休息进广告 好 欢迎继续收听波多转世界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邀请到台湾智库的资讯委员张国成教授 那么在这本书 现代中国 这本书写了序 他写序 写的蛮长的 很认真的写 那 这个两个韩国记者写的其中 有一个议题叫中国人的爱钱 很爱情 可是他说中国人认为什么叫美丽 他说美丽的基准是盛大华丽昂贵 跟我们讲的美丽不一样 然后呢 他说中国人的美德是什么 他说有钱 还有这个爱国 美德 中国人的道德 我们的道德是说我们不要做坏事 他们的道德说叫做有钱跟爱国 没错 这个差很多 这个中国就拜金主义 这个从这个改革开放以后 其实就变得很强大 像那个这个邓小平先讲说 黑猫白猫会抓老鼠就是好猫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没有关系的 意思就是说只要能有富起来 这个只要能够致富的方法 都可以拿来用看看 这个思想其实已经影响了好几代人了 那现在来讲 中国这个各地 这个在过去那个炫富的情况 也是非常厉害的 可能比这个台湾甚至比美国 还要来的夸张 那个大家 台湾还好 我觉得台湾还好 对那这个当然是社会道德文化 这个各方面的作用 像中国各地 以前看到他们自己也觉得此风不可场 就是各地的地方政府 都是盖的很宏伟 甚至要盖的像白宫一样 这种模拟的白宫 模拟的罗浮宫 在中国各地以前是非常多 然后一般人这个炫富 这个非常的铺张 非常的浪费 这个然后这个追求名牌 有一度这个世界的名牌 在中国的销量是惊人 这些其实 这个在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的时代 强调就是说 你这样子的 大家这么拜金 其实你把这个金钱的利益 看着金钱的价值 看得这么重 那谁最能够给大家金钱的利益 就党 至少党会这个给你赚钱的方式 也会剥夺你的财富 用这种方式来建立一个新的 这个 这个经济的帝国 那现在习近平呢 他其实又把这些历史形态的东西 就叫回来了 所以 现在他就强调什么 要节省 要什么这个 恢复革命精神 不忘初心 这个等等 但是 整个中国来讲 这个富有的人在炫富 拜金的这种情况 其实 还是一样 因为他贫富差距也非常大 这个就是今天主题之一 就是说 我们不能够用我们台湾人的观念 去价值 去衡量中国 去看中国 因为他们跟我们真的很不一样 因为书里面特别提到 他说 中国把富裕 有钱 跟爱国 当成是美德 我们通常会说 这个人很有美德 比方说他节省 比方说他很勤劳 我们说这是诚实 这是美德 那不是 他是有钱 爱国 是美德 那美丽是什么 说盛大 华丽 跟昂贵 所以呢 他书里面特别提到说 中国政府 限制个人的政治 自由跟发言权 但是 他尽可能 不会去干扰你赚钱 因为赚钱是美德 对 然后 他又说 中国社会认为 钱 是万能的钥匙 去到哪里门都可以打开 然后 所以他说 贿赂文化 根基于整个社会 为了赚钱 你可以毫不犹豫的 制造假酒 制造假鸡蛋 制造假的食用油 只要你能赚到钱 就OK了 这对我们真的差距很大 没有错 因为 这个中国 就是他那种有钱的人 其实这种财富的量 可能是台湾是 难以忘其相悲 而且不是比那个首富 像一些官员 那些人的财富 也大到令人难以想象 这个在中国当官发大财 这个是在台湾 很难想象 而且 他们还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 这个就是台湾 常听到一句老话说 钱不是万能 但是没有钱 是万万不能 其实就法定的待遇 这个中国很多阶层的 法定待遇 其实都不高 甚至包括习近平 这个国家最高领导人 一个月 我以前看法定薪资 好像也不到台币五万 很少 但是谁会相信这些事情 这个 薪水不到五万 就一个月才不到二十万 不到五万台币 台币 当然没有人相信 因为他一切都是国家供应的 所以 这个很多国家的这些公务员 这个我以前去那边参访的时候 就说那个 就算说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司机 他帮 就是清华大学的司机 他其实一个月薪资也不高 可是呢 他就 这个 享有很多的这种福利 所以他对这个 这个机关的忠诚度就很高 那这个还是他可以讲出来的 那如果他不能讲出来的 有没有这些 贪污的部分 因为中国大都市的物价 其实不比台湾低 地价房价搞不好还更高 上海贵死人 贵死人 但这些钱从哪里来的 一定是从很多地方搞出来的嘛 因为也不是只有做生意的人 才有这种购买力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说 那党呢 这个中国政府知不知道有人在贪污 知道 知不知道这种情况 知道 可是呢 这个掌握你的这个小辫子 才能够让你忠诚 所以无现金社会实行以后 难道他们的贪污就不见了吗 这个可能就转为另外一种方式 因为无现金也好 有现金也好 贪污真的来自的问题 来自产生贪污的这种根源 难道我不能够用钻石持有吗 是啊 就是掌握贪污的根源都在于什么 在于权力不受节制 在于管制 这个官员我有管制的权力 老实讲他就可以贪污 如果他没有权力管这件事情 干嘛送钱给他 所以呢 只要权力不受节制 只要有很多的管制 就一定存在贪污 无现金社会 一定能想出另外一套方法 建立一个无现金的地下社会 是 这一定的 那么这个他里面啊 其实对中国的政治跟社会 也有很多的观察 那其中啊 有一个就在讲说 两千后 就是所谓的两千后 就是公元两千年之后所生的小孩 是是是 他特别介绍这一群 然后这一群不要小看 他说这一群力量很庞大 这一群有一亿六千四百万人 但是他跟八零后九零后的想法 又很多的不同 这个部分你有什么介绍吗 他是这样子 他们是说 根据这个韩国记者观察说 他们这个称为零零后 就是零零后 零零后 因为中国是算西元嘛 就两千年出生 就大概相当于我们这里的九年级生了 好那这些 这些人 第一个出生的时候 其实中国的经济已经算是起飞了 所以他们都没有看过什么苦 过过什么苦日子 然后又是这个一胎化 虽然中国近几年比较放开二胎 可是大部分还是生一胎 所以就是家里面这种 这个父母最宠爱的这种独生子女 然后又看到了中国就是两千年之后 相对来讲 他在国际外交啦 各个领域都还算是比较顺的 北京奥运的举办啦 这个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都是在这之后嘛 所以这些人喔 这种自尊心啦 这种自豪感喔 这种就很强 这个是难免的啦 这个 听说他们小皇帝很多 对 所以小皇帝很多 而且不只是小皇帝喔 而且这个还很多那种 这种小粉红 意思就是说 这个有非常强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意识 觉得中国好像很强喔 但是当然中国在没有言论自由情况下 其实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是这种想法 但是你 不是这种想法喔 你独立自主的想法 或者是对国家有所质疑喔 你也没有办法发出来 因为你发出来 上面监控嘛 你还是不敢讲话 所以能够看得到的言论喔 就是同温层就很厚 就是这些全部都是这个 这个中国强 中国伟大的这种言论 所以这一群人就变成一个非常 这个现在海内外都非常侧目的一个群体啦 嗯 他们说以前是 清朝的时候是八国联军 是非常羞辱的一个世代 但是他说啊 现在他们认为啊 这个00后是万邦入朝啊 万邦来朝啊 就是说中国是世界的中心 是世界最强的国家 大家都要来这个朝贡 他们的现在的年轻人是这样想的 爱国主义非常强烈 是 所以是为什么习近平要弄什么一带一路啦 弄什么RCEP 这种东西啊 真正的外交上达成了多少成就 经济上达成了多少成就 那个是专业的人才知道 可是呢 在新闻媒体上在一般的刚才讲到的年轻人看到就是哦 这个又高开什么国际会议哦 中国又是当主席哦 嗯 然后中国又帮助什么国家 中国又啊 这个带头签订了什么协定 嗯 这个大家就看到这个就觉得哦 万邦来朝啊 相信之下觉得说啊 这个 他的新闻也是选择性的嘛 所以就觉得报道新闻以前我听他们说就是什么中央电视台 第一个一定是领导人嗯 然后中国一定是天天富强 外国一定是天天灾害嗯 会上这个新闻一定是外国的什么啊 哪里又发生车祸啦 美国黑人暴动啦啊等等等等 那个九日组织大家当然就觉得说他们的爱国主义到底有多强啊 嗯 我认为哦 这个是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很认同共产党的领导啊 嗯 也不一定 嗯 因为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生活中都还是看得到社会上的问题 嗯 嗯 这个官员的问题 好 所以如果说你要说个别批评说啊 地方的领导啊 这个还是没还是大家还是不见得这么满意的 嗯 但是呢 我们在台湾能够看得到的网路上的言论哦 一定是经过筛选的 哦 哦 你如果是这个你在网路上骂共产党那根本发都发不出来 嗯 所以我们也看不到嘛 所以也就是说我倒不大认为说中国人就是真的百分之百 尤其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 看到社会上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嗯 这个党的党专政还是有很多问题 只是他不讲而已 嗯 实际上共产党 也中国共产党也从来没有说希望全部人都很喜欢他 你喜欢我当然最好 但是他重点不是要你喜欢我 你怕我就好 我怕怕共产党 你怕共产党就好 然后你怕我而且你要靠我 嗯 靠我才有生活 嗯 靠我才有饭吃 好 靠我才有发展啊 所以你能够喜欢我当然最好 但是那个他觉得喜欢哦 然后这样不重要 不喜欢不重要而且不可靠 嗯 你怕我比较可怕 嗯 你怕我 然后我有那个力量可以让你怕我 他觉得这个才最重要 嗯 哇 好 我们现在访问的呢 是这个啊 台湾智库的咨询委员张国成张教授啊 我们讨论的是一本书 这是两位韩国记者派出在中国的记者所写的现代中国 好 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好 欢迎继续收听《报道全世界》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智库的咨询委员张国成张教授 那么在讨论啊由他写序的一本书是由两位派出在中国的韩国记者 朝鲜日报的记者所写的现代中国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了解 中国有强的地方 我们要注意 中国有很很差的地方 我们也可以理解 平常我们看到的大概也都是他筛选过的东西 其中啊 有一个在讲说 有一篇在讲小二十岁的弟弟在中国很常见 你有看这篇吗 有有有 就说我现在已经二十岁了 可是我妈又生了一个 差距二十岁 可是我已经读大学了 我还得要照顾他 为什么会是这样 第一个他们这个放开二胎 现在二十岁的人 大概出生在两千年前后 那个时候还是严格一胎 可是现在中国也意识到说 这个老龄化很严重 所以呢这个就是放开二胎 甚至有些地方 这个对二胎还有一些 这些这个补助了 因为他现在生活费用很高了 像这个育儿又托都很高 所以其实放开二胎 那个效果不是很好 但是呢 不敢生 不敢生 那这个弟弟为什么会小我二十岁 就是说 其实暗示什么 就是我家的环境其实还不错 这个我爸有这个事业 所以呢 这个孩子多一点 将来比较有人可以管 以前只能一胎化生一个 对 现在开放了 对开放了 所以这人超二十岁 爸爸还继续生 对 这个就是有这种心态了 那这其实也代表什么 就是财富的集中 因为如果你是这个普通上班族 普通受薪阶级 那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个负担 你也不会说有很多的财产 很多的房地可以留给他们 所以他其实代表的 就是说中国现在 一切的事情 都在跟过去不太一样 比如说以前我们对中国说 这就一胎化 很严重 可是现在他已经意识到 他老龄化很严重了 所以呢 他可能以后 对也是会采取一些鼓励 这个生小孩 有可能 因为韩国 他这个 谁给韩国人看 韩国这个出生率也是蛮低 韩国跟台湾量低 都很低 所以他也要写这个 其实也是写给韩国社会 的人看 也就是提醒韩国的读者说 中国也不是韩国人 过去认知的那个中国 他也有很多 跟过去 让这个我们都觉得说 好像是180度 转向的这种情况 是 那中国贫入差距大不大 非常大 他不叫共产主义吗 对 但是这个邓小平那时候 就说我们这个叫做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反正话都是他在讲 那这个 这个大家也就是知道说 这个得到好处 至于那个怎么包装 这个就是用共产党来说话 那中国贫富差距大不大 非常大 那个他的一些首富 我们看到说那些 知名的企业家的那种财富 跟拿到全世界来讲都不逊色 可是呢你国内 李克强当总理 他也讲 还有六亿人呢 其实你每月的收入 还不到一千块人民币 就不到台币四千块 对 那他是这个国务院总理 他没有必要胡说八道 六亿人 对啊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平均数字 但是也代表了就是说 他们的这个贫富差距 其实是相当大的 因为你如果掌握的 这个生产的器具 如果你经营什么事业 那你快速发达 这是可能性是很高的 但是社会福利 目前他自己的承认 还跟不上 所以这个今年 去年习近平说 我们今年全面脱贫那种小康社会 他自己也很承认脱贫是什么意思 就还有很多地方很贫 这一点贫富差距是他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里面有一篇 我觉得很有趣 他就说 不论用河南出身的人 河南 河南人很会骗 真的吗 他们这个中国因为很大 所以呢这个各地方 这个互相占的情况很严重 在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 就是上海人占北京人 上海人怎样 跟北京人占 修建了 修建了 就是说这个说 上海人说北京 这个建设啊 各方面较糙 这个北京说上海人 都没国家意识 这种南北互占 然后一个省内 一个省里面不同的地方的人互占 这个对中国来讲是很常见的 因为一个省都很大了 几千万人 都每一个省不是几千万人 所以要站起来都有很多可以站 那他们这个网路上以前 也就是说大家这样互占 这个以前来讲是比较放任 现在来讲稍微有一点 就是说这个也不能站得太过头 但是这一点来讲 其实还是很难组织 特别是中国从这个1990年代之后 采用的这个行政制度 是省下面设立市 除非是在比较特殊的少数民族地区 那这个市 这个跟我们台湾的观念不太一样 我们想要市就是 人口很多啊 这个车水马龙 他们的一个市 城镇乡村山地都包括 一个市随便面积都几万平方公里 然后这个 所以一个市面积很大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当然要凸显特色 所以这个地域的这个分界 就会很明显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张国成教授 张教授其实也想要 他已经写了一本书叫做国家的决断 是是 还有一本书是美国的决断 现在有意思要出版一本中国的决断 那因为赵婷啊 这个刚得到奥斯卡导演奖的赵婷 他是中国人 那在十几岁的时候 我才去美国读书 现在被美国起 可是呢 他的名言就是 中国到处是谎言 所以被中国抵制嘛 那你想写这样的书 可是我们又看到很多的谎言 那你如何判断这是谎言 那不是谎言呢 就是说中国对内讲的话 有些事情 比如说各种建设的成就 这当然谎言的比例会比较高 可是呢 他的野心 或者是说他对外的这种积极的发展 这个我们就不能用谎言试之 这一点我觉得是看他们这些整个发展 不管是政治经济外交 好的也好 坏的也好 有些东西他是吹牛 这一定的 例方说 譬如说他说这个脱贫 这个老实说他们自己也知道没有那么快 大都市发展很快 乡村很多地方还是比较落后 可是呢 他现在说有些东西 他的这个发展 这个还不够快等等 有的时候是一种欺敌 他希望大家不要 这个对他来讲太过的警觉 像这个中国现在前几年才日本还有援助捐款给他呢 低利贷款 英国都有 那中国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吗 怎么还要接受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第五大经济体的这个援助 因为他有些地方还是 就是还是开发中国家 所以你不要适用这种国际经贸规则等等这种的 也就是说他有些地方是欺敌 有些地方是吹牛 那在韩国呢 他们就认为说我们要 他是有钱人 但要假装自己穷了 还要别人继续补助他 还要继续补助他 然后韩国的看法就是说 中国强的地方 他说我们韩国要知道 因为韩国就算我们知道中国很强 韩国国内也不会有人跑出来说 中国那么强不跟他统一算 不会有人这样子嘛 可是呢 台湾会不会有这种人 有 就是说中国哇后哇后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挖鬼 这种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在看中国的时候 除了这个竞争要客观之外 也避免就是不要被我们台湾 自己内部的政治 变成说引这个中国的力量 来这个用在台湾内部 或者是这样子 我们看中国就不容易 这个分清楚 他到底哪些是吹牛 哪些是欺敌 我想这一点是这个书 我觉得因为他是韩国人 他再怎么写中国 也不会说导致说韩国说 我要去跟中国统一 这种事情 可是对台湾我们就要这种警觉 你现在还能去中国吗 现在很久很久没有去了 现在这个 我上次去是2013年了 八年前 八年前 所以现在能不能去也不晓得 现在我也不想去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就是控制 这个越来越严密 第二个也没有什么去的 非居不可的理由 所以现在不想去 你去 这个很可能被抓起来 你有可能 真的 那抓你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都有 对啊对啊 被怎么样被怎么样 这都是很正常的 是好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邀请到的是 台湾智库的资讯委员张国成 张老师 感谢他对于这本书 现代中国的这个介绍 其实我也不是在推销书 而是说我觉得台湾有必要 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 那中国当然不是什么都坏的 也有他抢的地方 我们知己知彼嘛 百战百胜 好 今天非常感谢张老师 接受我们访问 好 谢谢黎大哥 谢谢大家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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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